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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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鄉親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剛在後面聽大家先拜的說 大家都說我自己鼓勵 所以疫情現態大家都沒問題 大家都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天氣台灣 這是我們運動要做的 蔡政府其實我不覺得 他其實蔡總統對台灣的主體性 和台灣的交流和文化應 做到我們體態的 其實是這個選擇很好的 民進黨的一些 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其實他們也都在轉變 你看那個林六昌 他現在說什麼 說華人民進黨 我告訴你 你如果是跟國際人關的 你卡在那裡走 其實那什麼華人民進黨 現在最快的就是 我們不要說是華人 我們也不要說是華人 都不要說 那就是台灣 我們台灣 然後要要要求台語 剛才到時候見面也很好 就是說 我們要要求他們去憲民 但是憲民 他們都在當年 那些人也不是去出社會 他們的基點 基點是去共産 人家人家提問 他說 他提問 他提問上 你告的問題 最簡單的 我們台灣現在要用 用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 所有的原本拼音 有中國的拼音 其實港版本拼音 我們要做漢語拼音 都不在做 我們台灣的項目 都不在做 所以 很基本的事情 他們都不在做 跟我們想的時候 都不太一樣 所以 我們心中 如果有我們的人選 我們在 人家來打拼音 勇敢打拼音 民進黨 他們現在把防派 說我們 有什麼負責 來對付 我們來做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 基本上 以目前的民調 可以推測 內政人應該機會比較大 當然不能保證 當然民調 裡面有兩種 一種是對比式 對比 一種互比 互比就是黨內互比 比如說我跟蔡英文對比 互比 哪一個人比較高 另外一種方式是對比 比如說我蔡英文 要跟韓國瑜 或是跟什麼對比 或跟柯文哲這樣 對比 這個是他們去做的聯定 那 唯一我過去長期這樣看民調 基本上應該不會太多的 所謂的一個外力介入 不用太擔心 基本上民調 就是很自然很順利 這樣來呈現出來 我想雙方面的人都會去做一些 譬如說監督也好 或是是了解也好 所以這一部分應該是取得 民進黨支持者的信任 所以民調也是可以 當然那些便宜 我覺得很重要 你本身要籌算進行 要跟人民包含很清楚 跟你的支持者包含很清楚 你怎麼帶領台灣 怎麼贏得這次的選戰 這個是一個大方向 當然我們一般我們想說 支持會贏的很重要 因為文書的時候 我們支持你們 操作過也沒有來用 這很重要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很簡單 這個問題我回應一下 你說的這很可憐 所以我今天覺得 我們台灣人民可以做的 就是要求美國 生任台灣地理當局 不是生任中華民國 這樣就沒有這個困難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現在都說 獨立公圖 到底是你說的 哪裡是中華民國要做的 誰要去做這個 沒有啦 當然是獨立公圖 我們這個社團 民眾如果有共識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 來講 講我們的意見 因為民進黨不會講 我們來講 就是叫他生任 你已經沒有生任中華民國 不然你也把我們生任說 這是台灣的意見 當局 用這個名字也沒關係 對不對 我們也還不倒立 我們這個部分而已 差不多這個大哥 提到那兩個問題 我剛才來回應 我們英文學長 講的辯論問題 我是覺得這個辯論 第一要公開 第二 他的形勢 不能他們兩個自己在那邊 我們來問 我們去派代表來問 這樣他就不會走進去 所以你大概兩個問題 就是要來問這兩個好選人 看他要怎麼處理 不必單人同意 我覺得我們社團 就跟外面辦公開 要請你們來辯論 沒有來辯論就輸了 對不對 因為 他要生辯 你要生辯 你就要跟他來生辯 啊 蔡英文就說他要接受條件 啊要條件就要來啊 你又不來 就表示說 啊你不敢 就表示說 他那個氣勢不夠 就是說 不適合這個 我們煩惱的這個時代 要替我們 帶來台灣鄉政兆 所以就他們兩個 我覺得我們主動 大家都說時間太拚了 時間冷靜的 你記得要做總統 台灣人民的就是第一優先嘛 你就是要來 我說的 你沒有啦 對啦 好啊 啊就是說一下喔 對 到後來上出山就是 全部都要支持喔 不能說 你們現在 支持摸一下啦 到後來就說 人家是 人家是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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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講 唯一支持了啦 只要台灣的都支持 對不對 對 對不對啦 對啦 沒什麼矮的那種 準備要處理啦 對啦 要贏啦 對啦 對啦 好 很感謝我們 很多人 這些專家學者 對今天這個議題 提出很正確 很有價值性的這個大部分 也感謝我們很多朋友 今天我們來參加 很重要的這個 我們主會 我們要感謝你 我們期待他哪有機會 我們會心 我們盡量的參與 我再度感謝大家 感謝各位 感謝 感謝